二牛哥 我们快走 等一会儿 前辈元首大德 晚辈 绝不敢忘 因为你帮鸣教 我才帮你 谁也不欠谁 我 阿黎 爹 你好啊 朱儿叫舅舅爹 朱儿是我的表妹 不好 好 朱儿他杀了二娘 累死了自己母亲 又说天天一剑倒 便会杀了她 子小霞 程大哥 你怎么知道我姓程啊 是 是你报过了名 我怎么不记得了 这不重要 我们不方便在这儿 就先走了 相助之情 永济在心 告辞 阿黎 你 你 闭嘴 你还好意思叫维生 看看您的德行 没出息的东西就跟你娘一样 练什么千株万毒手 把自己弄成人不人鬼不鬼的 你不提我娘也就算了 你既然要是我娘 我倒要问问你了 我娘好好的嫁给你了 你为什么还要娶二娘 放眼天下 哪个男人没有三七四季 这算什么 你胡说 明明是给自己的花心招里有找借口 臭丫头 要你输了我 我告诉你 我不会再让你打我了 你烦了 你对我都用这种态度 难怪会对你二娘下毒手 谁叫她欺负我娘了 她是罪有应得 逼一逼你跟着金花婆婆 就不把天鹰叫放在眼里 哼 死丫头 你忤逆不孝 今日纵然有天大的理由 也难逃家法 来人 把她带走 三小姐得罪了 等等 殷前辈 你想对珠儿怎么样呢 对丫头是个亲生逆女 她类似母亲 太似数母 如此禽兽不如之人 怎能流于世间 殷前辈替我一言 当时珠儿年幼 眼见母亲受人欺辱 才一时不愤做错了事 还见前辈念在父女之情 从轻责罚 这是我殷家的家务事 用不着你一个外人来度管 我不是外人的 你说什么 我 小姐 我不跟你走 还敢还手 不能啊 不能 不能 小子 你不要自不量力 珠儿对我有照顾之情 我明知道她落入你手 灰心里不保 我实在不能 啰嗦 阿宝哥 小子 你向我手下留情 再来可就不客气了 带走 阿宝哥 等等 前辈 珠儿 可是你的亲生女孩 小的时候 你曾经抱过她亲过的 孤兽亲戚 血奴于水 你就饶了她 阿宝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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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走吧 你别理我了 你是打不过她的 阿宝哥 你走啊 阿宝哥 你赶快走吧 你别理我 你打不过我爹爹的 你走啊 阿宝哥 你走啊 我答应过她 要让她平安希勒 不论什么人欺负她 我 阿宝哥 我都会保护她 阿宝哥 阿宝哥 男子汉 大丈夫 你必须婴儿游戏 阿宝哥 阿宝哥 我永远都会记得你对我的好的 阿宝哥 前辈 请你放了住 你真是会胡锦门缠 阿宝哥 你走啊 哼 我绝不会客气了 阿宝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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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辈 这情与父王亲功虽好 耐力未必够 咱们跟他死缠到底 我接近平生之理 追至此处都会喘气 而你小子 爱得灭绝师太三掌在先 又吃了我两拳在后 居然脸不红气不喘 很行吗 是吗 我不知道我有多少能耐 你师父是谁 奇怪 每个人都喜欢问我师父是谁 可我真的没师父 胡说 没师父 怎么会有一身武功呢 是我自己练的 殷前辈还是关心诸儿吗 没有 不然你怎么会追 轻易服王韦夷孝呢 因为 因为韦夷孝在我眼底下 劫走人 传出去 那我阴夜王在江湖上 岂不落人笑柄 所以你怎么解释了 我听音叫有警 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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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儿落入微笑手中 倘若给他吸气血来 那还有命在吗 微笑休息我不休息 他睡觉我不睡觉 我就不信追不上他 快跑 白堂主 怎么回事 你们是什么人 为何杀我天鹰角弟子 我们是正气帮的 正气帮 我阴夜王行走江湖数十载 真的从没听说过武林有这么个帮派 天帝有正气 凡是有正义感的 绝不容许魔教在这天地之间存活的 杀我教证 怎么 你自认带了一个受伤的人 就能打赢了我们 你想怎样 元明 神证 你呀 只有几天可活了 速速回汪明禀 说不定杨霄能救你一命 忠告你一句 叫名叫气蟹投降 否则我正义之势将踏平光明顶 靳远拼得只剩一兵一俗 也绝不想自命正义之势低头 走 少将主 一鸣 你为什么放他们走啊 杨霄若真能救阴夜王 必定会耗尽真力 这对我们攻上光明顶 可以有不少帮助 再则可极此积极名叫斗志 这六大门派到时讨不了好 左手余力的 就是我大元朝廷 各位前来一线侠共上一举 老尼在此先行感谢 师太严重了 师太严重了 平妖除魔 我华山派自当义不容辞 师太朕必高呼 我空同派岂有不响应之理啊 老尼再次感谢 我不知各位是否听闻 魔教四王紫白金青他们 也到了光明顶 各位 紫山龙王 白梅英王 金毛狮王 青翼福王 这魔教四王武功深不可测 他们若去了光明顶 那又如何 我们今天六大门派 围攻光明顶 志在必胜 就算是魔教要挟会合 又有何惧啊 顶多是一场苦战嘛 各位既然来到一县侠会合 我劝各位要有绝死之心 绝不要有侥幸之意啊 心生畏惧便自乱阵脚 好 场面话我也不用说了 等少林派一到我们就 佛弥陀佛 原真大事 师太 怎么就你一个人呢 碧派方丈要我先行一步赶道 知会各位一生 我们少林派明天就可以赶道 好好好 我们正在研讨 威攻光明顶之事 名教总谈光明顶 已有数百年之久 凭借着七殿十三封为天险 是有金城阳池之故 一手难攻啊 大师似乎了解名教地形 照原真大师这么说 我们根本就上不了光明顶 是啊 要硬攻就白白送死 各位切莫急躁 就算是铜墙铁壁 他也有不攻自破的死角啊 师太 老生这里有一份光明顶的草毒 好好好 我们仔细加以研究 也许可以找到攻破光明顶的弱点 李教主 天银堂无疑人幸免 但不见堂主阴眼王 看得出是谁的手法吗 朱下愚昧 暴力堂主前面发现线索 什么线索 发现有脚印 尚教主 想不到玄冥身上 果然与众不同 我已是尽全身内力 可无法抵挡寒毒攻击 少教主 拜鬼时候 拜托了 如果我有个万亿 叫徒弟 别忘了为我 为我报仇 不 不会的 不会的 少教主 你不会有事的 还有一件事 你要帮我 找到阿黎 一定要找到 爹 姚聂呢 他们全都跑了 我中了玄冥神掌 赫碧翁 赫碧翁 辱赖克 孙聂